我沒有藥誒 客門不高雄誒 我的有不見了 客門不高雄誒 我說我沒有客門誒 沒弄最可啊 我的有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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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沒有客人 都沒有客人 我沒有客人 我沒有客人 我想要關鍵 我們說要盛鍵 就讓我們體驗 現在的情況說 他廣播到你 照準的時候他會講幾隻幾 他會講幾隻幾 他會講幾隻幾 號碼啊 但他剛剛那個廣播不是幾隻幾 他現在廣播是先講 座號 他先把你講班級 然後再講 座號剛剛是工作廣播 還有 可以班級然後是座號對不對 所以他 他要先指針 然後再指針做話 然後有時候會講幾隻幾 為什麼會講幾隻幾 尤其是什麼 情況是教會用幾隻幾 來稱呼學生 通常都是尋常的時候 老師在紀錄的時候 他會用幾隻幾 他用幾隻幾 他會用幾隻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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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可能他也沒辦法 叫出那個指針的名字 第二個的話 就是要寫指針的名字 它有點長 然後他會用幾隻 然後拿一根給揮 他一根就放在這裡 他會用幾隻 所以你不看喔 基本上他廣播的時候 他一定會宣稱 第一個一定會宣稱什麼 廣播要叫人一定會先宣稱 什麼 他廣播要叫人一定會先宣稱 你會先宣稱什麼 他會宣稱班級 他會宣稱 他會用幾隻幾 如果他知道那個學生是多少 基本上通常有時候 我們要直接 叫那個學生 他會直接廣播名字 他搬幾名字 然後如果 他不知道那個學生的話 他就會用幾隻幾 你算幾隻幾 就算是 地幾還地幾 對不對 他所謂的地幾還地幾 比如說你搬的 所以你會開始看喔 一二三四五 對不對 然後再來 其實所謂的五隻 所謂的五隻三 就是排數是在第五牌 所以你知道 五隻三在兩角兩邊的字 第一個是第五牌 那個學生在第五牌 那個學生在第五牌上面 而且呢 那個學生在第三列的上面 而且呢 那個學生在第三列的上面 可以這樣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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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透過兩個訊息 就是 明乳 坐在第五牌 而且他也坐在第三列 那 這兩個訊息就可以 確定他在哪裡 所以他透過 所謂的五隻三 就是透過兩個 兩條直線 這兩條直線上面都有明乳 所以 五隻到這一條也有 那一條也有 所以這兩個的交叉點 那個位置 是叫做明乳的位置 就是我們可以指針明乳之外 比如說昨天 我們在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包括你上次的好好的東西 就是重心啊 所以這一次昨天 大家跟你們談 那一顆心叫什麼 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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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透過香蕉 來得到它 但是我知道 這一條線上有它 那一條線上也有它 所以這兩個香蕉就有它 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 那 我們包吻的意思 一下就是說 我稍微稍微 幫你們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 如果呢 如果呢 我們只有一個點 我要畫一點點 通過它 去隨便它們去 我只要呢 隨便畫一個點 壓住它 然後 然後 確定它們去 在哪裡 我就可以畫過來 對不對 就是太簡單了 但是這道理難一點 是這樣 就是 我有兩個 一樣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要達到一個點 然後呢 通過它的時候 我們也要做另外的 哇 剛剛 可以通過它 也通過不了它 對不對 十十塊 所以我們可能有一個好的辦法 就是 中間 這個點 到這邊的話 它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是 從自己出發 從哪裡出發 也從這兩個點 出發 過程到這樣 但是 等一下 我知道 要通過它們的點 在做什麼 所以就是 這個點 跟它有關係 這個點跟它有關係 所以我可以用 各樣的來鎖定 所以我的辦法 就會變成反過來 所以這樣 有沒有改變 對 這一個 這一個 代表 我的圓可以在這裡 對 唉唷 你也掉在這裡 所以我都知道 你的圓盡要守住在這裡 所以讓它守住 手部 對 對 我刮斷了一點 因為那一口 就不夠這樣 行嗎 來 請你們先做 這個動作 所以你們大部分 直接沒有刮斷 好 我 三 圓盆拿出來 沒有圓盆拿出來 沒有圓盆的 像是在不戴圓盆 你上課就選擇 所以不要再操縱 你就選擇 你也不用再在這裡 好 麻煩你們盡量 你自己的責任 然後如果你忘記到 你先去找我 OK 每個人都有忘記的時候 但是你不能上課的時候 你有多用 好 所以要請你們呢 做法是這樣 前面畫兩個斜斜的臉 然後請你找到一個臉 可以畫一個臉 通通那臉 找到一個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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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法很簡單 你從這裡過去 很難 麻煩啦 就是要在那邊的畫面 都是很討厭 所以我乾脆呢 就好像剛剛 我要鎖定 鎖定 我要叫他 我就直接地理舞台 四三列 五四三 所以我就利用他 我才知道他 我利用他 才知道他 所以相交就是哪 對 如果你還是不是很懂得呢 我給你十秒鐘 不會我會再教你 那如果你聽得懂 你給你指望 好 你給你指望 你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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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因為你指望 是數點 那麼多 我要尋找 可以畫一個臉 通過這個臉 這個在哪裡 我不知道 所以我先不理他 因為我已經可以掌握的 這兩個手臉 這是這種想法 常見 好 所以現在也會有點這樣 注意看 倒過來而已 隨便你怎麼畫都可以 倒過來而已 我透過你 還有你 畫出來的兩條線 膠線 這個就會是你的聯繫 然後你就會很輕易的 再反過來 就可以畫 好 這是什麼 你去看 我不知道我哪裡去 我去看 我不知道我哪裡去的問題 等一下 我再重來 我會一直對你 對 好 我剛剛一定沒有壓 好 第一次 有 第二次 好 我一定反過來已經可以成功 對 剛才正 你把這個圖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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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可以成功 所以我一定用這兩個來守定 那裡 對 對 然後再反正回去把那個圖畫出來 對 所以我這麼大 這個圖畫就決定過 對 對 就是 我就先 從 眼睛知道的過來的話 眼睛知道的過來的話 欸 不能動嗎 因為動的話 長度就不一樣了 然後再翻過來 好 然後再畫 出來 所以我們是利用兩個眼睛 就是 這裡 這邊有 我們知道跟它有關係的 就是 被鎖定 太能力 跟它有關係的 被鎖定 站立 所以利用這個 就是這一個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想法 好 好 好 其實像這樣子的圓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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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個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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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接下來我想要尋找的位置是 我想要畫上面一點 然後想要畫上面一點 想要畫上面一點 我想要拉長一點一點都無所謂 只要短想要長都無所謂 所以如果想說我要長一點的話 然後我就要自己做 然後不要太 我故意跟它不一樣而已 不一樣都沒關係啦 那我也可以跟著你 我也可以跟著你 好 我畫這裡 我想要在這邊找一個點 我想要在這邊找一個點 不知道它跟它的距離 還是有啊 你眼睛看得到 大概要這裡 大概要這裡 我不想要用這種大概的方式 不考驗 所以我就反過來 從我知道的來鎖定 從我已經知道了 來鎖定的位置 然後不要改變過去 再來這裡 再翻過來 再翻過來 隨便可以畫一點 通過 那 好 這個畫不完 讓各位看到 所以其實你會有感覺 因為中間那家屋是在這裡 不用畫幾個點 因為其實畫幾個點 都畫了 所以我可能會在這裡 蛤 可以 是這樣子的 我現在大概 大概偵測 它的優先可能會在這裡 對不對 可是在這裡的話 我還在那邊講 很討厭對不對 所以我剛才翻過來 對不對 利用我已經有了 來畫可能的位置 對不對 第一個可能位置 所以這樣 第五排 如果很多學生 沒有四個要 再來 四個學生也叫第三列 所以還要再畫一個活 這是第三列 這代表的是第五排 所以這個就叫做五十三 所以你會知道說 你看這種就是中間的感覺 就是 所以在這裡有何的中間 那你知道會有感覺 中間就是一條直線 然後再麻煩你用直指 把這兩個臉連起來 這條線 就叫做 這兩個臉連起來 這條線 就叫做 這兩個臉連起來 可以 這兩個臉連起來 那一條線 所以 妳有沒有 盡量用直線 盡量用直線 等待多花 中間的一條線就在這裡 師 area 你要在這個上面 你要在這個上面 你絕對 可以畫一點點 從右兩邊 這條線 叫做 A.T.E.等原基線 左右會對稱的方塊 對稱會 兩個臉就可以決定一條線了 兩個臉就可以決定一條線了 一哥就好像說 我現在到那個 前哨罐那邊 中間會不會踩到 我 沒有 如果以我這邊踩過去的話 沒有一個人會被我踩到 但是如果我現在 我都沒有踩到 我目前會被我踩到的是 那個 機器人 然後如果我踩過去 我會踩到那個 我會踩到你的 我就會被我踩到身體這樣 然後踩過去的時候 我會踩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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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它趕快往前一點 那就不會被踩到 我會踩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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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你們不一定會在我跟 那我可能會踩到這個 那你會去找這整路徑 那什麼是這整路徑 如果要到那個 那裡的話 這整路徑 就是衝破它 對不對 直接踩過去 非常 可以嗎 但是我可能會這樣 那麼會繞路嗎 因為繞路 所以有時候 有點危險 就會跌來 真的是這樣子 我會直接放 有東西 沒有 路上沒有東西的話 然後如果會 然後妳放它 然後用它 真的 好 這個是 所以這一條線上呢 都可以當圓心來化圓 通過一兩點 要不然你試一下 保持一支點 這一條線 我這樣化的還有一點點 試一下喔 有一點點喔 如果我可以通過保證 可以通過一 給你自己實驗一下有沒有什麼 如果可以通過A 保證可以通過U 做個實驗 剛剛你不是有把這條線畫出來嗎 你一定在這條線上 隨便給個圓 好 我剛剛就是在上面 隨便給個圓 然後再自己拉個圓 拉個圓可以通過那兩個圓 隨便可以成功 只要通過它 一定可以通過它 通過它也可以通過它 因為這一條線 就是抄了兩個的過去的那一條線 所以這一條線 它可以通過圓心線 分、中、垂線 讓它位置垂有一點分線 兩個點簡單 三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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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大概的位置都不一樣喔 三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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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想法 我要找到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 我覺得大概會是在這裡 我們要畫一下 沒有 因為這個是大概 但是 上來 上去 那這種方式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好像說 就好像說 我兩個人在講說 社長的問題 我可能看那個人 他一定會用客量過去 客量你不要想辦法 他一定會確定 他一定會用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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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這都大概 大概 大概都不只 不只會討厭 所以我們就要利用 他們三個過來 但是一次 處理三個 有分 這不是解決 兩種 在那邊 所以你想 想法就是這樣喔 想法其實是這樣 這兩個圓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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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圓 在這裡 在這裡 很多種 所以這一個就是我要的 AE是一等之 跟剛剛鎖地上 有一個這樣的道理 這個代表是第五排 這個代表第三列 所以這個位置 就是太能動 所以請你 現在 ABC三個臉 ABC三個臉 自己 點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用剛剛的這個畫 畫出這條直線 畫出AE元C線 畫出AC元C線 然後得到焦點 這個焦點 就會是 畫ABC的 對 ABC的元C線 進去做一次 他自己 畫到這樣喔 不是啦 剛才是這樣 這個是想法 你要用這個方法 30秒給你 我會有畫 我會示範 先示範給你 我找的是 對嗎 不是畫大袋 要準 要準 像剛剛的這一條線 是很準的 我要準的喔 這大概喔 在操作之前 是要先想著 不是這樣嗎 嗯 這個是大概而已 不可以用 就是這樣的 有啊 如果我的圓圈 一直在去 我用好了 我用好了 那個 那個 剛用一個會去 你昨天把那一袋 你有沒有拿回來 我們在共享圓圈 老師 忘記我了 抱歉 我等一下要到處去 那不是老師 ABC畫畫畫 對一萬的高官 那不是老師 畫得非常漂亮 呃 ABC ABC畫上去 不是 那個是大概 我要你用 剛剛剛剛畫畫 這個人呢 是大概 你那條線 是自己大概畫的 然後 這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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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叫做 用風格畫 蛇 蛇 蛇 就是 這一條線 我們是敏感絕畫的喔 這條線是 透過兩個 知道的 得到這個 知道的 透過兩個 知道的 得到這個 知道的 從頭到尾 都不是大概 我現在畫這個給你看 是跟你講的想法 但是你不是這樣畫給我看 因為這樣就是大概 因為有大概 那就大概 什麼都可以 就是 你不是這樣畫 對 你先想看 你先要講的是ABC對 好 那你先來講的是這個點子 是不是這個 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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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 有畫 那一個 那一個 就是 這一個 就是 老師 老師 等一下喔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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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喔 好 原均為了請跟 我能幫你老師說上多少 幫你老師說上 然後自己跟 好 我看一下這個 我用指想的話 好的 指想選擇V更新 那你就用V更新 先把VC的那一條電話出來 所以呢 一樣 我知道他的原心 大家在這裡 大家在這裡 這些都有可能性 要的原心 對不對 所以我反過來 你不能太容易 太容易碰不到 所以一定要可以碰得到 再多一點 所以反過來 一次 這一個上面有原心 對不對 再一次 這一個上面也有原心 所以這個點 是V更新的原心 對不對 再一次 再過一次 這一個上面有 有原心 這一個上面也有原心 這一個上面也有原心 有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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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兩個點 左連過來 那一條件 就是VC的原心點 這樣子 所以 你 一定要用齒連 齒連 畫兩條 為什麼要畫兩條 怎麼畫的啊 這一條只有解決誰跟誰 對 這一條是V跟C的原心線 那我怎麼把這一條畫出來呢 那我怎麼把這一條畫出來呢 我利用兩個點 還要鎖定這樣一條線 你沒有兩個點 你沒辦法知道 那一條原心線 那樣而已 所以要有兩個點 你才知道他的方向 對 對 所以這樣我就可以畫出VC的原心線 對 然後呢 你自己再決定一下 你要選擇 A-C 還是A-D 再畫一次原心線 一樣是中間那一條線 一樣是中間那一條線 先把這個畫出來 再畫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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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兩個點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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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就要畫得很好 如果妳沒用 那就要畫一次 把它 že 兩次多兩根 所以還要再在 非常好 而且畫得非常準 那個領域叫做外心 請你把外心的那個 有的半線 一用tery foux 有三個位置可以畫 一樣 我畫出來的 請你把那個外接流畫出來 然後你用紙把它連起來 大部分都畫得很漂亮 這一次了對不對 那你這一個 你這一個是這兩個點 你現在是三個點 可以把你拿三個點嗎 一二三 是嗎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是他們兩個的 到底是不是 你當初是用這兩個來得到這個交叉 對嘛 這兩個得到他 然後 那這一個呢 這個交叉是不是 你要搞清楚 要確定 沒有沒有沒有你要先確定好就是 你現在要搞的原心是誰跟誰的原心 你說這一個是他們兩個的原心對不對 那這個是誰跟誰的 所以你必須清楚 不然的話你就不知道你要往何方 這個我確定是對的 因為你可以講文心 你是他們兩個的對不對 那這一個很明顯是 我覺得啦 我看起來是這兩個的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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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點其實不是他們的 這個點是他們兩個的 所以你不能把這兩個點連起來 不能連的原因是因為 你當初在找這個的時候 你都是在尋找他們兩個的共同 對不對 他們兩個做出來的 對不對 他這個是他們兩個做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 先找他們兩個的 一個人對不對 再交叉一次 就是利用這兩個 你半心可以改 就像黑板上的那一個 半心你可以來短來短嘛 你就開始到兩個了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把它連起來 因為你這一個找到一個 他這一個也找到一個 他可是這兩個 是同一組 哦 在這一個 哦 這個不用畫啊 你畫的嗎 好 然後咧 然後再選 AV或VC FAB或VC AV或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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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好處罰 你畫好處罰 哈哈 我拿了一點尾聲 你畫好處罰 因為很亂 我那麼認真 如果你是認真 你要知道你自己在畫什麼 如果你是認真 你也要知道你自己在畫什麼 如果你是不知道你自己在畫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在畫什麼 如果你是不知道你自己在畫什麼的話 我就是找AV 然後再出去玩 一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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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小的東西做完了 一出去玩 一出去玩 一定要有兩個 對 對 AV跟選啊 好 等一下我看一下 你利用AV得到B 這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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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再來你利用 這個領域 AC 你畫的B領域 你在這裡 接領 這個領域 好 那B C的話 你用AC 這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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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B C在這裡 B C的話 然後 那B C的領域 那B C的領域 有些什麼 你的剛好都比較有 而且真的有差 這個領域 那這個領域 那這個領域 感覺好像也沒有準 大一點的 能夠分析 那B C的領域 那B C的領域 是因為 因為你後的 很亂 不能說亂 所以 因為你都擠他一起 所以就不容易 因為 我跟你講 我的体肢的大一种 可以这么去到哪个地方 真正的变成高差点 不会太大了 哦 这要了 这要 然后 然后你再把那个半圈画出来 大概就到这里 你看 我再说一次 嗯 我再说一次 来 有 没关系 再一次咯 我再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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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我现在要画一个圆 通过AB箱的脸 所以我要找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还有可能 到三个地方的距离一样 还有可能画一个圆 然后我通过那个圆 那个圆大概是在这里 这样还蛮远的 然后那个圆心大概在这里 大概 不可数 所以 我们要用交叉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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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会一次先看两个就好 就 来注意看哦 一次先看两个就好 所以先画出AB的圆心那一条件 那你要画出AB的圆心那一条件 你要画出AB的圆心那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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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去找到交叉 利用这两个去锁定圆心 这样 然后再利用这两个再一次 再一次 再小逼圆心 我顾一顾往这边画的 因为我鼓鼓才不会很乱 但是容易让人家看你了 尽量你交叉的东西 尽量不要混在一起 这样 所以圆心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在这里 你不是都在这条件上 我先把它救完 所以这一个呢 这一个就是黑跟V的圆心线 透过两次交叉就可以得到这条件 一定要有两个交叉 才会有两个点 才能够确定它的位置 好 好 如果我没有跟你说我要往哪里去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在往哪里走 如果这边是一个空空地方 就好像是在 呃 如果是在像 叫我们集合的时候解散的时候 或者是在我的操场上解散的时候 想知道哪一个你要去哪里 通常不会会四散 尤其是 到你的地方去看暗门 就四散的时候 大家就会 有些人会往那边 有些人会往那边 因为去接他的忍住 都会在哪一个地方 好 所以 所以就是 我必须要先后过两个 我要跟你讲 就好像你的以后记得 你以后到那个台北啊 或者是高雄以后做结议的时候 你要跟人家讲的很清楚 我们约在十号出口店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用他的出口 对 他有很多出口 他在一号出口 结果你在六号出口 到现在你碰不在一起 而且你还绕远 才可以到他的地方去 两个人都很辛苦 他一个路口就差很多 好 好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你一定要两个位置 你才可以确认他的方向 所以为什么要有两次交叉 到底在这里 好 这个这条线就是 A1B的圆锡线 那因为呢 我还需要透过C 对不对 我还希望透过C 所以我再搞一下 A1C 刚刚是A1B的圆锡线 对不对 那现在我就用他当重券 画A1C的圆锡线 所以我就会 我就会利用他 来画交叉 那没有交叉 就是没画 就把它画好而已 一个交叉 不够 还要再一个交叉 然后我这一条线 然后我这一条线 就画好 你放一块就好 随便你俩画都可以 所以要画两条线 一定要 一定要有两条线 因为这一条线 是A1B的圆锡线 然后现在我画的 这两个交叉 是A1C的圆锡线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点 因为有两个点 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条线是A1C的圆锡线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点 这条线怎么画 这条线是A1C的 这条线是A1B的 这条线是A1B的 这个点 就会是A1B的 好 那个邵贯 你注意一下 我的画图 跟你的画图 差别在哪里 我的比较漂亮 呵呵 我读书 我读书 好 所以呢 然后接下来 我就检测 准不准 好 倒回来 刚刚这两个圆锡 我是用A1B去画出来的 对不对 这两个圆锡 我是用A1C去画出来的 对不对 好 这条圆锡 跟这条圆锡 跟这条圆锡 它到底 有没有画准呢 嗯 我们来检查一下 有 有通过A 好 有通过C 这个是A1C圆锡线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通过A 那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是我画 如果我的直线 不是用直尺画的 我通过A1C 没办法对不对 指路上应该可以很准 这条线 这条线 是A1C的圆锡线 所以通过C 就会通过A 接下来 我再看这条线 通过A的时候 通过A的时候 就会通过B 我可以画得非常不准 好 是 是 没关系 好 你知道想法就有 可能就是它会 不准 不是不准 它其实很容易准 不准 可是因为我刚刚这两条圆锡 就是用直纸画的 都会烧定 它稍微有点弯 它就会跑掉 理论上应该都会刚好穿透 穿透 然后我昨天就是请你们 先画到这里 OK的 你就去写 好像半径那种 半径在哪里 我现在光看 我都发现我的鼓势歪了 然后实现都说歪了 可是你要昨天去这条线 好 等一下 你不像你们有给我滑水吗 没有 有 真的 好 好吗 里面不是 那里边不是 那里 那里 那个白包 没有 可能他们有关系 是要有用 有 有 有 为什么 那里面不是 那里面不是 哪里 那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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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那里面有 有它有電池嗎? 有那不是會有電池嗎? 對,是這個 它如果沒有它的就沒有 沒有,就是... 有嗎? 沒有,它沒有來了 我們發生說一個藍色的那個 那那個... 那又是白衣呢? 有了,我沒有 他可能... 他玩笑啦 不然它沒有了 那如果大家在這裡啦 還有它...它在這裏 要好個我呢 那就是沒有電池嗎? 我來看了人家打開的 那就... 我來看了一看 一看就不可以 我來看電池 好,你去換電池 我來看看那個大部... 沒問題 我去找電池嗎? 我去找電池 所以它是這樣喔 剛剛的那個操作 來同學 剛剛的那個操作 我會想你用哪些工具的話 我們上面這樣做 要再做 連規關 所以這種做法是要做的 主規就是 主規 就是主規作主是一個用方法來做主規的方式 就是用工具來做進行做 而不是直接開眼 雖然你操作也可以操作 是很多時候做事情不是用你操作 那看齊齁 有些時候操作是一種樂趣 因為有些時候你不用操作 就會是一件危險的主規 像最近的那個蜜的事情 那個吸油性 都是有說 在他們出發時 就有家長問 是不是要提交 他就說不用 然後在那個現場的時候 就因為下大雨 然後他們就要回去了 然後 因為他們就走在不該走的路線上 然後那個吸水是突然就爆衝 所以 那些人都好走在吸油中 我就想像一個問題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會有人被衝走 如果你沒有在吸油當中 你怎麼有機會被衝呢 所以後來才發現他們其實就是 剛好走在那個 那個老師都不知道 就是叫做舒服告 然後就 他只有死人嗎 蛤 有啊 有死人嗎 我幫哪一區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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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老師到底是幹嘛 那個不是老師 他那個是一個 一個老師在 他那是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房子中在在 一個人體面 然後 他那就是一個老師 我的意思是說 做到任何事情 是大概就 你的大概大概大概 沒有任何的 知識背景 然後在危險來的時候 你也 我剛剛在頭巾摔一場 口頭 但是你不曉得 在危險來臨的時候 做出正確的犯案 那你這樣是會害到別人 不是只有你自責 都可以 你很難過 因為你對方 那麼多家庭感受問題 不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就跟這個 到底是一樣的 經濟檔 大概有得了 那邊 經濟檔 大概有得了 你要有方法 總我的這一段 都是有方法 好 那我沒太過 嗯 快 按一下 他不是很好 不是 你按她就好 按住 按一下 按住 你先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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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按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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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